这里就是1992年曾经作为世界布拉伯会场地的西班牙广场 它是一个半圆形的建筑 塞维利亚是西班牙的第四大城市 也是它南方最大的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曾经非常的富足 全力游戏也是在这里拍的 我现在面对的是东方的位置 太阳会从这个建筑群的后面升起 1992年为了建造这个世博会的场地 投资了20亿美元 有600多位建筑师参与设计和建造了这一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群之一 星期天的早晨这里非常的安静 看西班牙式的典雅 我建筑太滑丽了 唐吉克德 到处都充满了细节 京雕西克 当时西班牙政府是用了七年的时间 在不谋之地建起了这一幢华丽的建筑群 《玉cri区》 《鸡林坡》 《玉城》 这一 Frise大陆 《玉城》 这个惨事要是什么 没有什么 这个高高耸立的就是大教堂的钟楼 这个钟楼以前是一个宣礼塔 是不是你看起来跟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的宣礼塔很像 的确是的 曾经啊 塞维利亚被来自阿拉伯世界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统治了五百年 是我们的负责是我们的负责 是我们的负责 这里是入口 如果是在群园里面溜达溜达不用买门票 买了门票的人要排这么长的队进去 我们是在宣礼塔里面的美丽方ях 我们在宣礼塔里面的吉他人 二十多个人 我现在看到一条小鲜 在教堂后面的这条街 就是Santa Cruz 是他们吃午饭的地方 美食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情绪到了西班牙以后 忽然就觉得让人觉得很开心 阳光也灿烂 人的精神头也好 然后走到哪的人都特别有耐心 情绪也很不错 跟阳光有关系 可能跟西班牙的文化也有关系 这里又有一个加勒福 加勒福深入大街小巷 比赛还点到大街小巷 casually温定的飲食 比赛还混成了 我想跟下人一起做一个卧物 加勒福深入大街小巷 产品了 我又不用了